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 我们时常看到破财 很多人一看到破财 他就认为 各位不见得破财的人并不见得 他一定赚不到钱 破财的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赚到钱了以后 他要如何去守 这个才是他最重要的课题 如何守财 他要如何守财 破财的人很多都是曾经赚过非常非常多钱的 可是到最后 他可能一个低远 导致所有之前所累积的财富 全部一夕之间全部不见 所以在破财的人并不是你赚不到钱 而是你要如何守财 各位你要如何守财 来讲 各位 这一边的判断 我们一般我们都会很重视 我们首先会先看本命 因为本命 然后去跟大运做比较 本命跟大运做比较 那只要本命他破两个财 大运负一个财 这一种情况 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叫做什么 少变多 -2跟-1 当然是负1比较多 他就是少变多的一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大运 其实对他来讲是一种有帮助 在财运上是好的一种现象 但是各位 你要知道这个大运是10年 这10年他都会这样吗 当然不见得会这样 所以在大运的时候 我们顶多是看一个大方向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我们要去看说 在这一个大运里面 他的这个10年出来 他的一个财运到底是会怎么样 当然他要跟什么比 他就要 这时候就要回归到 流年去跟你的本命比 或许大运在这一个时间点 他给你的是一个帮助 可是流年的一个情况下 不见得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他们都有一种迷思 明明这是我的大运 可是我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失败 原因就是在于 流年这一块 流年这一块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其实时间 来讲有三个时间 大运 流年 还有流月 来讲 这三个时间点来讲 影响力 他就会产生的是 由流月 大于流年 大于大运 所以你的大运好 不见得在流年中 他是好的 你的流年好 不见得在流月中 他是好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出问题的时候 你假如把他八字拿出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什么都是在他的启用神发生问题 各位 原因就是在于 短时间他会影响到长时间 但是流月我们这边不予考虑了 因为 大家就以年来判断 当你的年 还等于你的一个本命的时候 这时候的大运是好的 可是这时候流年变这样 这时候就是一种所谓的危机点 或者是原本这样 这个更是大危机点 所以各位 你不管怎么样 你在批命的一个当下 绝对不是要以大运为主 你最少最少都要以流年为主 因为我有太多的学生都是 之前都走得很漂亮 就只有一年 两年的时间 就全部不见 那一年两年的时间都是这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他的大运 明明是好的 破财 虽然他破财 可是明明 他大运是好的 所以这次财运很好 他也在那时候都过得很好 但是就是一两年 甚至月份一两个月 就让他整个完蛋了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 就是说 你的一个本命 他是一个基础 大运是这一段时间对他的一个影响 但是大运他 虽然他是掌管十年 但是你别忘了 你是活在一年一年里面 你是活在一个月一个月的 时间里面 所以 这个都是假的时间点 假的时间点 你没有经历过 但是你一定会经历过流年 或者是流月 这一些才是真正会影响你的时间点 流年 像今年是辛丑年 大家都是辛丑年 你难道没有经过辛丑年吗 对 所以各位 当你了解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当你了解这时候 你就会知道 原来为什么 老师会一直跟你强调流年的重要性 流月的重要性 因为这些都是你实际会经过的运程 但是大运 他只不过是八字计算的一个公式而已 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各位 当你了解了以后 你就知道 破财 并不代表你赚不到钱 而是你要如何守财 什么时间点对你最危机 从流年这边去判断 流年跟你的本命比 流年跟你的本命比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按赞 关注 订阅 分享 这一些动作对于我的创作 都会是一种支持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